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立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呢 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 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 我先演示一次给各位看 看Nine是怎么画图的 有没有很快哦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 那我们现在来一步一步讲解是怎么实作的 好各位好哈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LINE的第四集 这个第四个功能呢 就是让LINE绘图 这样你跟他说 你想要什么图片给他提示词 然后他自己就会帮你去生成细节的提示词的细节 然后帮你去绘图然后再输出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 上一集有讲过 就是他可以做这个文字的这个查询 跟那个名片机器人嘛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个文字查询的前一端呢 再多一个if判断式 这样 那这个if判断是怎样 就是当我们抓到这个webhook的 这个message进来的时候 他就判断有没有关键字 我这里设的关键字是生成两个字这样 那如果有这个关键字的话呢 他就会走上面这条路 那没有的话他就普通的文字讯息 他就走下面这条路这样 那上面这条路呢 这个AI Agent我给他的工作是 根据使用者输入进来的讯息呢 你要产生一张图片的提示词 这样 那他把这个提示词产生出来之后呢 我们再经过这个 这个code把它清理一下 把资源符号给清理掉一下 然后再传到这个 这个就是重点 传到这个google的这个绘图的API 那google的这个绘图的这个API在哪里呢 我们要呼叫这一串网址 这个一样在google的开发者文件 Gemina这里 我们就是呼叫这一串就对了 那这一串后面呢 我们Key这个 这个不要填 我们就是复制到这边 复制过来 然后 填进来就对了 那授权呢 我们一样 就是一样要新增授权 然后用query查询授权 然后授权我们一样也是 产生一个create new potential 然后NAM呢 NAM就是要填这个key NAM就是要填这个key 那至于这个value呢 就是你去google AI-studio 那这个value呢 就是你google AI-studio的这个API key 这个我们之前有讲过 我就不多讲了 这样 然后你都处理好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 就使用这个绘图的API 那要注意就是Jason呢 我们要填他的格式 他这里有讲怎么填 Jason就是 这个body这个内容就是 把这里复制 然后贴过来就对 贴过来 那你主要就是说呢 这个我们要 这里就是test 就是提示子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提示子 给拉过来 这样就对了 拉过来到这里 那你也可以全部删掉 然后直接把这个拉过来 都是可以哦 那我们要在前面这里 形成一个角色user 就是我们把这个讯息呢 传给他 这样 那我们现在呢 传进来之后呢 会有一个bug 哦 我这里呢就是新增了一个switch 为什么说会有一个bug呢 他就是说呢 他有时候呢 就是会少一个 你看他会看到 有这个 有0跟1嘛 他这个阵列里面有两个质量 第一个是test 第二个是这个image 这样 那有时候他这个test 会不见 有一个bug这样 那不见他就会变成 这个就变 这个图片就变成0 这样 那我就是0跟1都给他保留 反正不管怎样呢 台东卫就是走到这两条路 把这个这一串呢 我们输出看不懂的这个 这个编码呢 这image的编码呢 转成二进制档案 转成这个二进制档案 这样 那我们呢 再传到一个 这个imagebb.com 这个呼叫这个API呢 我们去把这个档案呢 放在这里 暂存600秒 也就是10分钟 暂存600秒 10分钟之后 他自己会移除这个图片 那这个imagebb呢 这个网址我会给各位 大家有Google账号就可以注册 注册就可以在关于这里呢 按这个API 去产生API 那产生API呢 之后呢 这里呢 我们一样 也是去 展生API之后呢 你可以直接在 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去 呼叫它 key等于API 你可以这样 那你要 cretential也可以的 你要cretential也是可以 你要cretential也是可以的 key等于value 这样 那你自己看你喜欢用哪一个 没有一定这样 那我们就按照网址说的 那这里呢 header呢 我们一样也都是看 他网址怎么说好 我们一样header要用这个 就是内容类型 我们要用这个 module parts from data content type module parts from data 这样 那我们send body呢 就是一个二进制的档案 档案的类型就是image 那输入的档案名称是这个data 这样 那就可以这样执行了 这个其实该不用了 我们把它删掉看看 好我们现在执行一次看看 好我们现在 来test看看 有没有看到他在执行呢 他上面就判断有生成这个关键字 好生成提示词 叫google画图 然后图片出来了 传到这个image pp 然后传到这个light 有没有看到 是不是都有没有问题 就是这样用 你要什么风格都可以这样来画 那这个add field的我们也可以不要用 因为我之前用的不是这个image pp 我找到这个比较好用的这个image pp 可以直接暂存图片 然后可以设定这个多久自动删除 这样 那这个api文档呢有兴趣的 叫你自己去看 那记得哦 你正式test哦 那你正式启动的话呢 那我们现在用ppp 我们现在用ppp 我们把它启动看看 那我们来 一样 教它绘图一下 我们要一直启动状态 我们可以来等它执行 我们来看执行 有没有它是有执行成功的 一样也是走上面这条路 没有错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用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结果 一样它也是进来走上面这条路这样 没有错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用 那最后要留意的就是说 这个light replay的 这条路就是这样 这个讯息呢 我们要改一下 这个jackson格式 我们要改一下 我们改成 跟他说这个message呢 type image 就是跟他说 我们要毁的是图片 那后面这两串呢 它格式规定都要URL 那我们就是把前面那个 我们说的这个URL呢 给它拉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注意哦 它跟这个文字讯息和印设定是不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去比对看看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